在刚刚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提了个问题 对吧 那么这个问题 咱们应该怎么去解决 我怎么样通过装饰器 来做到一件事情 这个字典里边的 这个key value 这个键子对 我都不想写了 我都懒得写了 让装饰器 给我自动整上去 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 首先我接下来呢 再就重新写个bammer 写个bammer 因为这个bammer 其实咱们已经做到了 只不过字典 是咱们手中写的而已 copy01叫做01 然后呢 -2 这个地方呢 -叫做装饰器实现 cd到02里边去 接下来呢 vrmdynamic里边的mini 打开 这个地方多了个孔 那么接下来 我要干一件什么事情呢 用装饰器来做 说的直白的讲 先把装饰器写上呗 那么 diff sit 反正我一般都写这个 至于你写什么名字 这都随你都可以的 diff call 从这个意义上就能看得出来 是吧 你是调用还是怎么样 然后呢 接下来这个地方就是 return 然后func 没错了吧 如果你在想写上一个通用的呢 就是args 星星 kwrgs 咱就直接写个通用的吧 是吧 args 然后星星 kwrgs 好了 写完了 接下来在这个位置 return call function 没错吧 如果我要是拿着这个装饰器来装 就我的目的要懂吗 我的目的 这个字典我就不写了 对啊 我就这么懒 我就不写了 我就粘贴在这儿 那么接下来干净什么事情呢 把这个不要了啊 全平掉 123啊 123 123 url 这个等于dict 等于dict 这是一个字典 我就定义了空字典 那现在想干什么呢 我的目的就是让装饰器 这个东西来 对它装饰 对它装饰 当它没装饰完之后 我要的的效果是啊 我先把这几个空行 我删掉 函数和函数之间空两个 方法方法之间空一个行啊 那么接下来干什么呢 加装饰器 在这个前面 写上at set function 如果是这么写的话 会怎么着 假如我就这么写 为什么不行 我就怎么写 看着 我想到这个set function 这个装饰器 请问是否意味着等价于 我调用这个哥们 然后把它当作实弹 是不是传给你去了吧 请问他这里边 只要这个哥们一调 是否意味着 functionc 这个函数的引用 它是不是在保存的吧 那么接下来 他又把这个哥们返回 让index去指向它 没有任何问题 刚刚大家是否有个察觉 只要一用这个装饰器来装 这个函数名 引用进去了 如果咱们想有一个 东西来存的话 我们看这 我如果先有个列表 叫function list 等于 list 请问这是不是个列表 那大家看好 那大家看好 我在这个地方 来上一个functionc list.append functionc 这意味着什么 用这个装饰器来对它装 index当作是它 传到这个地方去 然后一传进去之后 接下来要执行这句话 又因为这个哥们是个列表 所以说呢 它直接支持了 append往里面添加数据的 请问这个函数的引用 是否立马进去了吧 那么如果我要是拿了 这个装饰器 在这个地方 at set function 请问这个列表里边 就应该拥有两个函数的引用 没错吧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对吗 一个列表 刚刚通过这个地方 咱就做到了 可以让它拥有 所有被装饰器 装饰过的函数的引用 那么我写这个 是拿着函数的引用进去的 那么我只要在保证 什么时候 对应这个函数的引用 请问这个事实解了吧 函数的引用 咱们已经成功难道了 那怎么才能有个次样的 字不穿呢 即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再来一趟 第一幅 比方说root 比方说root 我写了一个名字叫root 叫路由 那么一会儿我给你解释 这个路由 为什么要起root 而不起别的东西 一会儿再说这个意思 第二个我又定了函数 那么在这个地方 叫做什么呢 写这个探数 叫url 那么把它选中 然后呢 在它对齐的这个位置 的return 谁呀 set 方式费 没错吧 请问 当我在用这个装饰器装的时候 是否意味着需要写盘处的吧 写什么呢 index.py 这个写什么呢 斜杠 刷印号 然后这里边 里边叫center.py 看得清楚了吗 好了 同学们 我拿了这个字符串 给了它 装饰器名字还没改 对没错 对这个地方忘了改 那么这个地方就得改成 对叫做root 说得很好 这个地方就应该是写这个 那么写上root 好的 我拿到root 把这个东西当作试探 是不是给了url 那么我接下来的返回值 是否意味着是这个 整体的这个 外边这个函数的引用 我拿到外边这个函数的引用 再去对它装的时候 请问是否意味着 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变成了这个index 真正的函数的引用了吧 好了 大家注意看 当我对第一个index函数 装饰完之后的现象就在于 我把这个还得拉得大点 把这个拉得大点 现象就在于 首先你把这个字符串放到了 就是肯定是有个空间 这是百分之百的 两个函数套起来都有空间 三个也是有空间的 那么请问这个url 它就等于此时的index.py 好了 返回值是里边这个函数的引用 那么我接下来 再对这个index装的时候 是否拿了index函数这个引用 是不是给了它 那么因此在这个空间里边 还有一个变量 叫fa1c 它等于谁呢 index 是不是个函数的引用 那么请问他们 接下来 咱们是不是引用 和这个这个块 是不是都有了 咱们只要想方设法 扔到这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就解了吧 关键在哪扔 在哪个地方扔 怎么扔 想想 请问 咱核心点 是不是往这个 往这个对点里边扔 怎么扔 我第一次拿到这个参数装的时候 它得到了url 然后它的返回值是里边这个函数的引用 那么我拿到里边这个set function 对它装的时候 请问是不是拿了index 是不是给了它 请问是否意味着在去执行第16行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此时 你就完全可以把它干掉了 不要了 变成谁呢 那么大家看 是不是就相当于url这个东西 接下来我写上url等于functionc 意味着啥呀 这个是否意味着就相当于url 咱们写一遍啊 相当于url 它里边有一个的付串 就相当于啊 斜杠 index.py 然后等于index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我拿了这个东西来装之后的这个字典里边有了一个key 有了一个value 没错 请问我接下来 如果要是对这个在装的时候 是否意味着接下来要执行的这个地方是urlfunctiondict 这个地方变成了你的这五串 这个地方变成了你这个函数的名字 你说对不对 当我对这个装饰完之后 这个字典里边多一个keyvalue 当我对这个装饰完了之后 是不是这里边是不是又多一个keyvalue啊 我这个地方之所以写列表的目的是让大家去理解那个过程 那么既然已经写了字典 那就干脆直接用字典了 大家看 当我装完之后 这里边是不是已经成功的有了东西 有了东西之后 知道吗 是否意味着 咱们接下来再去访问的时候 这个地方按理说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了吧 OK 试一下 刷新 点 没错吧 到现在就时间了 那知道吗 再回忆一下 首先我刚刚给大家演示了一遍 也看出来的效果 你再回忆回忆 请问 你觉得哪个地方其实是最核心的东西呢 有这么几个出发点 同学们要整体理解 第一个 我不想写这么一坨恶心的A4L 我按照这个字典的方式 我给你一个字幕块 你给我一个函数名 我拿的函数名 我就调查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就解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把问题呢 推送到了 怎么去用这个字典 用这个字典 第一种 你自己手动去组织这个字典 第二种 然后咱们不是学过装置器吗 学完装置器的时候 请问装置器 昨天我给大家演示过一个道理 装置器不是因为你掉用了才装 而是你只要一执行这个点 批发里边的东西 是不是装置器自上而下就执行了 所以说就利用这个特点 你只要这个模块被导入 这个装置器立马执行 装置器只要执行 请问这个字典 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有东西的字典了吧 那么接下来 你在对后面的时候去掉的时候 请问这个事不去剪了吗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说的 用装置器来实现这个过程 实现这个过程 好的吗 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了 你理一下 这个思想比较重要 你把这个思想理解了 有可能将来你的开发楼 这个思想能放上你们 理解一下 知道啊 好不好 你别想 affiliate 我看到你 这就是什么 你不懂房子 我答案了 你就想帮忙 吗 我答案了 有雅 你azyer